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九日一早,圈内一人林依晨送公公上班的照片突然登上了微博热搜,而且还是热衣的位置。 照片中林依晨戴着口罩,穿着白色的短袖和牛仔裤,打扮得非常随意。 而其公公穿着Polo衫、黑色西装裤,妥妥的一副成功人士打扮。 作为圈里的明星艺人,林依晨固然有着自己的影响力,但这则不清不楚的照片,竟然能够登上热搜第一多少,还是令吃瓜群众感到不解的。 相关留言中,有不少网友称赞林依晨孝顺,是个好儿媳等等,不过更多网友却是发出了不同的声音。 他不拍戏了吗?不工作了吗?这也太卑微了,也太累兴了,等等诸如此类的留言,遍布网络。 而之所以,说会如此,也是因为,在这则照片,被爆之前一份网传,林依晨在家的作息时间,表层引发网友热议。 4点30分,起床做家务,6点给公公婆婆请安,然后送公公上班这样一份作息,别说是大明星了。 就算是割到普通人身上,恐怕都让人难以接受。 毕竟这样的时间,安排太让人窒息了,而且林依晨,作为圈里的明星,虽不至于,说是一线大咖,但也不至于,在家里如此卑微啊。 一时间,网络上关于此事的热议甚嚣尘上,然后林依晨的友人,出来澄清了,林依晨,是6点30分,起床做早饭,和公婆到早安,7点30分在门口,公送公公上班。 林依晨好友,还表示请大家,不要再以讹传讹了,可即使如此,林依晨的这些做法,依旧是让人觉得她婚后的生活,有些卑微。 据了解,林依晨与丈夫林于超,在2014年结婚,婚后林依晨,平宫被孕,但是7年过去了,她的肚子,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很多人猜测林依晨觉得,自己结婚到现在,都没有给丈夫家传宗接代,心中愧疚才会,如此卑微。 这一说法一出,就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认同,甚至就此还展开了一场,关于林依晨婚后生活的大讨论。 随着事态,在网络上发酵,林依晨本人,也在微博发长文,回应此事。 她表示,我不卑微,她也不扎,我已经睡觉,睡到自然醒很久了。 此外林依晨还表示全家人的早餐,都是婆婆做的。 自己已经睡觉,睡到自然醒很久了,头两年会早起陪大家吃饭,但后来因为行程,就放弃了。 同时,她也否认老公,带嫩魔回家的传言,否认婆嫁要求她,吃生青蛙改善体制,称自己嫁的是好门。 家人带她,如亲生女儿。 老实讲这种事听起来,就不是很真实。 大早上四点半,起床只是为了做家务,然后五六点,还要给公婆请安。 这事哪怕是放在古代,也没这么夸张吧。 而且像林依晨这样的,独立女性,会挣钱,经济独立,难道结婚后,不能睡到自然醒吗? 当然,每个人的生活,都是她自己的选择。 在外人眼里,再不好的生活,可能当事人自己,还是甘之如意。 只能说,祝福林依晨,能够幸福快乐,得偿所愿吧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再走啊。